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本期牛马小事啊 好久不见了 已经有接近三个月没有更新教程了 为什么没更新呢 大家懂得都懂是不是 嗯 这个地方呢 太恐怖了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能润的话 就尽量润吧 能润的话 尽量润 话呢 我就点到为止啊 嗯 今天呢 就教大家学抓包啊 那为什么要学抓包呢 大家可以问一下 ai 你说 学会抓包 会不会被判刑 做哪些事情会被判死刑 你就知道这个抓包能干什么事情了 非常的有用的 那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 打开我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 微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先下载这个软件啊 先刷下载这个抓包软件啊 打开这个链接 点开之后呢 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版本啊 你根据你的这个系统来下也就可以了 我就下载这个windows的啊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就正常安装就行了 运行 然后 这里可以改啊 都可以改 你就安装就行了 正常安装 然后完成 安装好之后呢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我们看一下右上角这里啊 我们点击一下暂停啊 暂停一下 之后呢 我们回到文章 我们来到了第二步啊 就是把这个软件里面的证书给它导出来 比如说 我们要在这个苹果手机里面抓包是吧 或者是安卓手机都要用到这个证书啊 我让我们导出这个证书啊 在这里啊 点一下它 导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这么一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 我们需要安装一下 就双击进来嘛 就可以安装了 然后就选到本地计算机 下一步 嗯 然后就导入啊 导入到这个受信证的这个区域啊 然后确定 然后下一步 完成 这样呢 就导入成功了啊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抓包软件 点一下证书这里 看一下有没有安装成功啊 这里会显示的证书也安装啊 这个是电脑的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安装到我们的手机啊 比如说我们的安卓手机是吧 或者是我们的苹果手机 我们要把这个证书发到我们手机那里去啊 比如我用这个微信来发啊 反正就是你想办法把这个文件发出去就可以了 发到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用你的手机安装一下这个证书啊 然后发 嗯 发送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安卓手机啊 我们就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啊 然后点击保存啊 这样呢 这个证书就保存到手机了 我们就直接去打开设置啊 搜索一下证书啊 找到你这个色列证书的这个设置啊 色列证书点开了 然后再点进去啊 这里呢 你就选择到你刚刚的那个啊 保存的证书嘛 找到你刚保存到哪里 你就找到他就可以了 然后就安装啊 点开它 这样呢 证书就安装完成了啊 这个是安卓手机的 那如果说我们要对苹果手机进行抓包呢 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证书发到那个苹果手机啊 也是一样的 你把这个证书发到这个苹果手机啊 然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里 用起来应用打开啊 用手机里面的应用打开 点击保存到文件了 然后上面有个保存啊 你要记住你保存的位置啊 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文件管理啊 这个苹果的文件管理 找到这个证书啊 点一下的啊 他弹出这个什么以下载描述文件呢 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开那个苹果的设置了 设置里面这里就会有一个 以下载描述文件看到了吗 我们就可以点一下的 这里呢 就会提示你安装了 我们点安装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就可以安装了啊 这里呢 就输密码 打勾 然后呢 就继续安装 安装 然后打勾 这样呢 就安装完成了 还没完呢 我们还得去开启啊 我们搜索一下 在这里搜索关于 然后这里有一个证书信任设置啊 我们点一下 这里有个开关呢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苹果的证书呢 就生效了啊 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第三步啊 就是打开你的这个代理软件或者翻前软件 是吧 你创建一个节点呢 这个节点呢 就是抓包的节点了 首先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抓包软件的这个IP地址啊 我这里的IP地址呢 是192.168.2.160啊 这个IP地址呢 我们是要用到的啊 就是我们的抓包地址啊 比如说我这台电脑用的是v2.1 是吧 我就打开这个v2.1 我们点击配置文件啊 然后添加一个sox的配置文件啊 点一下的 然后这里的别名你可以随便起啊 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抓包软件里面的这个IP地址啊 我这里是192.168开头的 就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160 然后这个端口呢 端口号就是上面后面的这个网号后面的是吧 9000 在这里输入9000 然后就可以确定了 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右键设置为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代理给它开起来啊 把它改为全局啊 这样的就可以了 我们来开启这个软件点击这个调试啊 给它开起来点一下调试 这里呢 要注意一下这里的这个地球啊 我们要给它改成这个黄色啊 因为它会冲突啊 如果说没有生效的话 我们要重新开启一下代理啊 我现在随便打开一个小游戏看一下能不能抓到数据啊 是吧 都是能抓到数据的 这里面非常多的数据 那你拿到这些数据 你还可以对它进行做些拦截修改 是吧 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呢 是抓我们电脑里面的这些应用程序的数据 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抓我们这个安卓手机啊 还有苹果手机里面的这个数据包呢 这个时候呢 就体现了我们用节点来抓包的一个好处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抓包软件 找到我们刚刚这个节点 是吧 我们右键给它分享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导入到任何设备去使用啊 不管你是Linux还是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系统 是不是 只要你有一个代理软件 支持导入的这种格式的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抓这个 设备的一些数据了 是吧 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节点 那是不是可以发到手机啊 然后手机在导入这个节点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抓包了呀 这里我就发到手机啊 不管你用的是哪个翻墙软件啊 只要他支持导入节点 那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用的是这个这个K字开头的这个东西啊 我就打开它 你用其他的那个小火键那什么的都可以啊 我得添加一个配置啊 是吧 都是可以导入进来的 比如说添加啊 然后把这个链接给它粘贴上去啊 这里的备注呢 我就备注抓包啊 要打勾 我把它开起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随便打开一个小程序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数据啊 所以说就能抓到数据了 这个是抓苹果手机里面的这应用的这些数据啊 啊 都是没问题的 那安卓手机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原理啊 你直接打开你安卓手机里面的这个代理软件说 比如说这个v2ng 我们打开的 然后右上角就点一下这个加号呗 然后有很多导入方式啊 扫描二维码呢是最快的 我们直接扫描二维码 扫一下 然后是不是就倒进来了 我们就选择这个节点了 直接开起来 开起来呢 理论上就能抓到包了 但是有一些安卓手机呢 它是抓不到的 为什么抓不到呢 可能里面系统有一些限制啊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走 你这个wifi设置里面的那个代理啊 打开wifi设置啊 然后点击这个探号 如果说你用那个翻前眼镜抓不了的话 你可以设置这个wifi的代理啊 用手动的模式啊 你就输入那个ip地址就可以了嘛 192.168.2.160 然后我这里的端口是90 然后确定 这样呢 你就能抓到了 我们试一下 打开这个小游戏试一下 是吧 别问开局就送300抽 是不是就能抓到了呀 非常的简单啊 ok了 本期叫从来到这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见